容祖兒日前在Instagram自爆 說她未來跟TWINZ有個大項目 今天她出席品牌活動時 透露了究竟是甚麼大項目 拍廣告 我們下個星期一起拍廣告 所以很開心 很久沒見阿嬌了 到時可以看她肥了瘦了 叫她不要再瘦 你有多久沒見過阿嬌? 我想...好幾個月了 因為她想著拍拖 很難約的 本來她的日程已經排到2047了 還有約她 我知道了 上一次看到我生日了 是啊 所以就...很久了 她是不是還會輕友的? 我不好意思這樣說 大得辛苦 但極有可能有個嫌疑是這樣的 而且她之前也一直拍劇 所以她也沒有怎樣見她 我想阿嬌也是在工作才看到她 嗯 因為大家都有了另一半 所以少了見面 是的 往年了 蔡卓然 萬聖節有約我去蘭桂坊的 今時今日的她 唉 唉...有無有益 不約我 那我現在... 就回家了 你不約劉浩龍? 我不回家很好玩的 其實都 因為會有些小朋友 不停按門鐘要派堂 所以我們家要準備一些堂 嗯 劉浩龍呢? 她都回你家嗎? 沒有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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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扮鬼嚇你啊 今年是不是決定了不出席四台頒獎禮啊? 我不去了 四個都不去嗎? 沒有啊 這麼說 公司都跟我們有共識了 今年都是 休息一會兒 根性就沒有歌 都不用去啦 你怎麼看前港台助理廣播處長張文新提議四台合辦一個頒獎禮啊? 嗯... 幾時高是這麼說的 年年都這麼說 因為四個台都有四個不同的標準和機制 就是要四個家住在一起也很難的 是的 所以以前都會很有期盼 這件事會不會成真 但是 講一年一年的時候 我就覺得 這可能只是活在我們的黃色大門裏面 哈哈